阿妞你好,我是小花,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今天要和大家介绍的游戏是 剑侠世界的起源 你有剑侠世界的 怀旧情怀吗 好了,大家看到剑侠世界的起源 这个游戏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它是一个 业游,说真的可能会有点那种感觉 因为它真的太复古了 早年我们在玩先进喜侠传的时候 包括剑侠世界,还有金庸群侠路 社交群侠传之类的 它的画面就是真的很像现在的画面 那你看到,我有个十九集的长号 等一下我们再去看哦 先来看创建的角色之后进去来点开 养戏朋友一共是有十一个职业 这个兽灵 天王,他就是有男女的角色 他会选择然后展示 唐门 鸣教 鹅眉 翠烟 大理顿石 丐帮 天人 武当 还有昆仑 你会选择你想要的职业 然后输入名字就可以了哦 这边,呃,我之前在陆服刚刚开服的时候 我确实有玩过一小段时间哦 但是因为太过忙碌,我只是稍微的摸索了一下 我们来进入游戏当中来看一下吧 好啦,我现在是使用的是之前开服九服的这个燕子屋的这个部分哦 他没办法写我的名字,所以我写了这个 然后我又选择了,你看我这是什么职业 来来来来来来 大家看,我就十九级 其实有点丢脸 因为当时也没有太认真玩 你看大家的这个八级家族啊 我再混日子角色,四十几次的可以进入 你看我这日子混的真的是可以啦 好了,大家看到这个画面是不是这个很复古 我们在以前的时候玩游戏的话呢 如果把这个跟现在的一些比较做的比较泛的那种页游来比的话 其实蛮像的,但它又是客户端 它有自带客户端呢 它有这个手机端客户端嘛 一样是可以泰国对话 然后也可以这个手动来操动 你看,一一一一 对,它也会自动巡路 那当然它现在有一个附带手冲的部分 手冲的部分还是要跟大家来讲一下啊 就是我们手冲在任何个游戏 以现在上线游戏来说是必须要冲的 如果你不冲的话你会损失好多 你看我念上线之后我就没有领过 偷懒被发现 好了,这个类型的游戏的话是因为它有平面 就是我们可能习惯玩3D游戏呢 它是这样平面 一一一 但是它有1比1的还原以前的剑侠世界 就是剑侠世界的,为什么叫剑侠世界的起源 就是最原始 最初的时候如果你有玩过心灵山 就是大家有这个怀旧情怀的部分啊 这是西山剧在26年的当中 就第26年传承的一个历史 这是我要交给他 我要自己交吗 要按吗 好的 但是它画面上呢 其实你会感觉有点似曾相似的感觉 它还是有剑侠世界的影子在 并且它是同一个公司出品的东西啊 比如说它有里面做一些打造啊 气魂 其实现在的游戏 不管什么类型的游戏 它都是会有 都是会有比如说家族的部分 然后打造啊 衣服啊 身接啊 宝石啊 做起啊 宠物啊 时装啊 大家也看到奇珍格 我们其实在剑侠的世界里面 比如说像剑三里面不是有看到奇珍格吗 也是有卖相似的道具 然后这个道具呢 跟以前相比 当然以现在的技术来说 它虽然做的很复古 但是画面都是 跟现代还是有这个 比如说画面更精致 有精致很多啊 你可以看人家看 其实有精致很多 然后操作的部分呢 又比原来更灵巧 有没有 然后里面包括什么各局势地址啊 门派啊之类的 都是相应的 还包括支线啊 装备强化啊 装备血练 加入心意 家族啊 这个 这都是跟原来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虽然最大的差别只是因为 它是现在做出来的 一定会有结合现代的技术 现代的一些就是 比如说玩法 因为我才玩的等级不是很后面呢 我只是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画面 如果到我们的台服上线的时候 你有兴趣玩 那时候可以来玩看看啊 说实话 嗯 它的 就是这个画面 就是他应该说它的操作方式 我们不讲画面好不好 因为这个画面在夜游当中 我们常看到 但它有优点 它并没有像夜游那么闪 夜游它做出来都是 然后超闪 你也可以塞斗 这边可以设置 屏蔽什么 屏蔽什么 战斗特效啊之类的 也可以挂机啊 这个就是跟我们的 接下来世界的 有异曲同工之妙的事 其实讲异曲同工之妙 会被揍 是因为它本来就是同一个游戏嘛 同一个公司错游戏 都一流相同 然后大家打开世界啊 副解啊 对 我这个是比较前面的伺服器 还是因为我等级没有高 所以没有内容 看起来应该是等级没有到 好了 我们现在做到这个主线 先把等级升到这个二十级 它的部分是有一个 诶 它的自动在来呀 手动 我就打了一段是 是有在打人吗 你确定 就你就觉得 有点打不动 那还是我的 我把迷路等级打得太小了 对不起我新人 分不清楚 这是梅花岭 诶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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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这儿 好菜的传送部分 就 其实它的 这一切一切 真的有点复古到 唉 就是 我们以前 我玩过一个游戏 那叫 Q头自由幻想 它也是类似这样的操作 可能现在天刀 或是溺水寒玩多了 包括像七云年水 它们都是一些操作性 有一些需要操作性 比较强的 嗯 这个就可能就有点 嗯 不是 太OK哦 但是我觉得 它是一个 很好的打发时间 而且对电脑要求 不是很高 我们现在有蛮多的 就是游戏 对电脑的部分 要求比较高 还有操作系统 这样简易的操作呢 也可以解决很多时间 跟解决很多脑子 我是这么认为啦 就是 我平常如果能 就是躺着来 我先按自动 我绝对不要守操作啦 它这个我就放了就好 我就应该蛮开心的 而且呢 在社交方面呢 也会非常的轻松 跟愉快 因为大家就有很多 环奏的层面 因为现在新的 玩家应该不会去玩 这个类型游戏吧 大家会对这个有感吗 我打扮就是 不升级分就算了 好 我们这个部分呢 就给大家来看一下 游戏的画面 还有这个操作的部分 十万十是我职业选的问题吧 你不觉得吗 不觉得是我职业选的问题 所以打不死吗 打得这么慢 机能这么少 好 进入游戏当中呢 大家注意哦 就是跟着我旁边的走 直线呢 主线一般就叫你升级嘛 他就会为什么升级 你升不了级呢 你会通过支线去升 然后就会有升级的部分 游戏一般都打童小 用这个篮牌 我们来看一下 哦要答题 有经验你看 以下哪项正确的行为 是正确的行为 是文明用语 尊重别人 你看我多聪明 哎呀 这文明用语 在哪里可以设置自己的头像 在社交界面 头像去 头像去 对嘛 你看 少林可以收女弟子吗 有 可以 有时候可以 不可以 你上答案全对 这也很怪 有时候可以 可以 全对 不可以 然后少林 好像 什么意想天开我 古代一般对儿子的真称是 古代犬子 什么是代冲 通过第三方 找陌生 游戏内陌生 找游戏 这都是啊 找第三方代冲的后果 这个以上都是啊 他这个 这个严厉打击代除吗 这我不记得 孔子如果活到现在 会是最厉害的老人家 真的 什么东西啊 可以换一批 他们都95级快随便拜 然后我就 就拜完之后 我就不见了 老师 好了 这是寻找师傅的部分 二十集中 可以开始寻找师傅 还有答题 每天最多 诵经诏书 我之前玩 剑三的时候 诵经诏书 就每天好像是三场 但这应该是一天一场吧 啊没有 我两场 我错了 怎样进入寿经张场 寿寿寿经报名见面呢 每日见 下十点钟 终会需要回答 石铁 我都回到第十题了 不是十第十多的啊 耶 我升级了 我这样乱拜耶 他会不会等一下 然后我五百万之后就不见了 然后他气死 二十集打开来站立 一定要看到 他其实升得很快啦 这是我之前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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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 玩了一半丢了一边去的 诶诶啥 跳过 一点点跳过 再一点点跳过 你看我们二十集出了修炼 勾火修炼 你看这剑三就是这样 这跟剑三完全没有区别 剑三也是这样啊 需要野外挂机的部分 可是我还是觉得我选职业是有问题的哦 我这个断式怎么打都慢 我当时怎么想的 是我偷懒 没有重新来玩这个游戏 不然应该不会选这个职业 打这么有 太慢了吧 你走不可以快一点吗 你有轻功吗 我跳我跳我跳 有是有啦 但看起来好像 是轻功 OK要拿到经验了 跳跳跳跳 我觉得他组整的太慢了 他也会给一些装备啊 大家背包来看一下 这个是一些装备 可以批量回收 而且是需要鉴定的嘛 有玩个剑三 应该知道这都是需要鉴定的吧 有玩过的吗 有玩过的穿上 这需要鉴定的好吗 然后洗练又从这边洗到这边 有玩过剑三 这应该立刻就上手了好吗 没有玩过剑三就不会上手 有玩过剑三很快就上手了 哎这是时装 哎呦看一下时装 我的长相呢 我的长相 不是我这个也 太小了一点吧 好外观外观 我刚才不是有穿吗 这太小我看不见啊 这我真的看不见啊 我们看外观商店 这 这太小了吧 这真的有穿吗 这 这时装不如不穿 哦 这个做祈祷是可以 哎呦他这真的是很复古耶 你看我们在剑三 世界三里面看到的 跟这个 也太复古了吧 但特效是不错的 武器特效 哎呦 我这家人太小了 我的衣服有变长了 然后手上拿到武器 看到BringBring的 可是我们以前 其实我现在有所想啊 我们以前到底怎么可以玩这个游戏 是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很发达 还是说现在的网络更发达 然后是游戏设计师们更厉害了 然后还有这绘图是 制作的更惊人了 但是这个游戏本来就是 天下世界的起源 是一个复古的部分啊 所以其实也不要对他们太苛刻 对啊 我刚才纠结说 这个人物太小啊 或是衣服不太明显 好像也不对 以前大家没有那么着重的时装耶 跟学着日新月异 对啊 经济条件的变好 大家对于生活品质 甚至游戏品质 传的好坏要求越来越高啊 我就想这个话之后 会不会揍啊 我会揍啊 好啊 你看所以呢 这个升级还是要花点时间 你看我现在坐来坐去坐去 然后才一级 跑来跑去 然后才一级 跑来跑去才一级哦 好了 以上部分就给大家来看一下的 这下世界起源的部分来看一下 因为台服还没有上线嘛 我们先来知道一下这个游戏的画面 还有一些简单的操作啊 还包括这个流畅度啊 颜色啊 我觉得不管什么样类型的游戏呢 都会从一开始 就是说 这是早期这里很多年了 26年以前的游戏 再来还原出到现在 因为可能太过复古 有些人不太能接受 但是游戏玩法 其实是下都大同小异 尤其建权世界的 一个系列下来的话 都是很详尽的 如果你有兴趣 要玩玩看的话 我觉得是可以玩的 因为它这样的时间 并不是那么多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就是因为我这是开始啊 应该你们大家都了解 刚刚开服游戏前面的新手任务特别多 但后面的话就是固定的时间线啊 比如固定要打送你一张场啊 比如说 那个还有就是帮战呢 还有林寺的一些副本啊 之类的啊 但它这个更多的东西啊 需要后续上线这种才知道啦 我是小花 希望今天的影片对你有帮助 如果你的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 可以帮我提供分享 按赞吧 并且开启小银铛 那么在下一个新游预告再见啦